欢迎收看全国第一名的节目 第一名的节目要预告性的内容 预告什么 就来会不会去买什么 这个叫实际上操作 那也只有实际上操作 会不会才可以赚得到大钱 不是吗 欢迎收看股市将军 台北股市真的没有问题 很多人都担心台北股市好像有什么问题 台北股市并没有问题 今天稍微来多聊一下台北股市的状态 这个完全都没有被破坏的格局 我们来看一下先前 今年这边跌下来的时间 我们用两条线来看 同志朋友 你如果要跟我讨论有问题 请你用两条线 一个是月线 一个是季线 可以吗 那为什么不用什么十日线 或什么五日线 十日线 因为看大盘没有在看五日线 看十日线的 看大盘一定是看月线 跟季线 好 那这两个条件都设定好了之后 来看一下 好 什么时候会有问题 黄色这条是月线 月线还没有什么 还没有下弯都没有问题 还没有下弯都没有问题 什么时候出现小小问题 第一个当月线出现下弯 而且是指数的跌破 这边有出现一个小问题 但是这边的月线是下弯 但是季线 绿色这条是季线 季线还是往上走 虽然月线是下弯 季线还是往上走 代表可以再多看一下 但是当月线跟季线是同步是下弯的 而且指数也是什么 也是正式跌破 那这边就有问题 这是第一个问题 月线下弯 而且是带量的什么 长黑棒 但是通常 通常低跟带量的长黑 它稍微会去做一些反弹 而且会去往月线去靠拢 但是当第二次正式跌破季线 那这边你就要有所隐忧 那我们来看一下现阶段的台北股市 来我们把它放大给你看 黄色这条是什么 黄色这条是月线 到目前为止 连摸都没摸到 那更不用讲这条季线 季线离好远 那你也不用跟我讲说老师会不会有一个季乖离的修正 迅速修正 你不用烦恼 因为月线都还没有破 月线都没有破你不用去烦恼季线 那刚正君讲过的嘛 那刚正君讲过的嘛 第一个问题有没有发生 没有发生就是月线下弯 这边月线什么时候会下弯 月线的扣底的位置在这边 也就是说除非跌破这边 那月线才开始会下弯 那季线的扣底位置在哪边 季线的扣底位置在这边 除非台北股市跌破这边 那季线这条绿色的线叫季线 才会下弯 如果都没有出现 都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投资朋友 那你不用 你不用再跟我讨论台北股市了 因为我很少在讲大盘 很多人认为老师你一定不会讲大盘 你讲大盘一定是很两光 我是没有那其他老师那么厉害 讲得头头是道 因为我认为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强项 那政军的强项就是带会员朋友 实际上操作 政军的强项 就是带会员朋友们去实际上去操作 我再讲一次 我的强项 就是带会员朋友实际上去操作 而且我的强项 我是运用我个人 我认为最有效率的 同志朋友 你们不见得会跟政军一样 有这样子的实力 因为来到股票市场 比的是实力 不是比什么你的资金比别人多 你基本面 当然你基本面很强 那你就用你的强项吧 所以你技术面很强 通常 刚开始来到台北股市 你进入到股票市场 你第一个强项一定是什么 看早报 看晨间新闻 对不对 因为你不可能一开始你就会技术分析 那什么时候会去学技术分析 就是当你看早报 当你看晨间新闻 赔了一屁股了 你会觉得说那基本面没有用 基本面没有用 好 那来学技术分析 对不对 对没错吧 当你又学了一堆 莫名其妙的技术分析 那你就开始会给自己催眠 给自己神话 就是你是最厉害的 别人都是笨蛋 你会技术分析 那别人都是笨蛋 别人都不会 那只有你会用 对不对 所以你用你的那些什么 什么什么技术分析 你到头来你还是没有赚到大钱 你还是没有赚到大钱 那郑军跟我刚刚所讲的 是一样的状况 二十多年前 你们都常听郑军讲嘛 我是87年4月 陆军总部退伍的 我5月1号就进入到这个市场了 我一开始进入这个市场 跟我刚刚讲的一模一样 先研究嘛 研究股票 到处砖研 砖研几本面 对不对 我砖研一大堆时间没有用 没有用 真的没有用 没有骗你 那后来郑军也跟大家一样 学技术分析 开始画图 什么什么什么 就像我刚刚讲的 你如果认为我是规策也OK 只是说你们一定要问我 对盘氏的看法 我只能用最简单的方式 来跟投资本做分享 但是为什么基本面没有用 技术分析也没有用 很正常 因为大家都会 大家都会 你只要记住 只要大家都会的 就没有用 不要不相信我讲的 那什么是最有用的 给你看一通扣讯 什么是最有效率 什么是最有用 而且可以赚得到大钱的 可以在市场成为大赢家 我让你看一下 我今天发给这个会员表的扣讯 来 仔细看 来 看一下吧 一个学生 一个学生要怎么样考高分 很简单 太简单了 如果你知道待会要考试的 必考题 比方说你待会要考试 你都知道待会考试要考什么 那个叫必考题 你都知道待会要考试的题目 那你一定可以考高分 那股票市场很简单 怎么样成为大赢家 怎么样才能够成为大赢家 怎么样才能够成为大赢家 那唯一的秘诀 唯一的秘诀 就是领先市场 领先资讯 当别人不知道 你就知道了 就如同上周 上个礼拜三的中飞航 上个礼拜三的中飞航 包括本周 本周 本周的5XX4 等我一下 定格一下 这张 5XX4 重大讯息 好 本周的5XX4 那今天怎样 今天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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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早就知道了 叫领先市场 所以我们可以很轻松的赚钱 感谢大家 这又是你认为的一通叫废话的口讯 对不对 你们最会讲正军的节目 都在讲废话 别人都是讲很高级 很高级很专业 那为什么你跟了那么高级 那么专业的节目 这么专业的分析师 你却赔了一屁股 为什么 没有为什么 因为你永远 因为你永远在追高杀低 为什么追高 当全市场都知道的资讯 还在用力买进 全力买进 你不受伤吗 你不受伤才有鬼 对不对 那这你不要问我 你不要问我 为什么我们 我们会知道 没有为什么的 我刚讲过了 这不是拳头 这叫比实力 市场是比实力的 刚你也看到了 一个学生要怎么样考高分 待会要考试的题目你都知道 你搞不好连选项你都知道 A第一题 答案A第二题 答案B 你都知道 那你当然随便就考高分 不是吗 投资朋友 那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来 因为我们是有预告性的 而且预告真的是有点恐怖 昨天很多人觉得很恐怖 超恐怖的 老师超恐怖的 你怎么知道 你怎么知道 我就是知道 那这个呢 那我请你太弱转强 你又来 你要来 真的要来 你没有来 你就是看节目嘛 看节目不是你的强项 投资朋友 你不要把它当作是你的强项 刚正经刚刚有讲过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强项 当然你基本面很强就用基本面 水里变 你技术面很强就用技术面 水里变 但是我认为 你不能都没有强项 你不能跟政君讲说 你的强项就是看电视节目在买股票 如果你的强项是看电视节目在买股票 从今以后连我的节目你也不要看了 可以吗 因为你东看西看东买西买 你的下场会很惨 但是如果你相信 你相信 你相信政君 你选对政君 你告诉自己你要想办法 你要想办法赔掉钱赚回来 请你来找政君 因为我的强项都是在买别人不知道的 我希望你要来 你有沒有来 我请你胎弱转强 你有沒有来 上个礼拜三 你看到这张字卡 我已经跟你预告下周一 会怎样 中飞航就是本周一 因为我上个礼拜三预告 我上礼拜三就跟你写了 下个礼拜一要公告 老师那你怎么知道要公告的时间 实力 没有为什么啦 不用问那么多为什么 真的 同志朋友 你就跟紧脚步就好了 哪有那么多为什么 我们来看一下中飞航 来看一下 同志有没有觉得奇怪 哇 现在清一清 看起来比较干净一点 来 再看一次吧 请问上礼拜三是什么时候 是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你 你如果知道 假设这个时间 那郑军有没有 郑军跟你讲说 下个礼拜一 就是这一个位置 这个位置要公布财报 多少 Q2多少 三个问号 三个问号一定是超过三块钱 正确是3.74 那如果你在这个位置 你已经知道上半年4块半 那第二季公告3块7 3块钱以上 因为有三个问号 请问敢不敢全力火拼 全力中压 我请问你吗 敢不敢吗 你不要跟我说你不敢 你想办法都会去把钱找出来 然后4我想办法我想办法 为什么 因为你知道答案 你知道待会考试的送分题 B考题 你一定可以考高分 你绝对可以考高分 那如果时间重来 再重来一次 好 一样的位置 一样的时间 证据给你预告 你来不来 请问你来还是不来 你一定会来 那我们接着看下去 我们来看一下1609 大雅 你有没有来 没有来的人都是在看 没有来就是看 真的没有来就是看 有来就是实际操作 有来就是实际操作 那证据都是希望 就是说 我尽量就是用 所谓的这个有关 就是财报 财报的部分 那同志朋友 我是在还没有公告的时候 还没有公告的时候 全市场都还不知道的时候 那这个资讯才有效 就如同证据在31 32 33 34 35 36 37 38 同志朋友 老师你是要说几遍 你怎么每天都说 第五第五第五 你怎么越说越高 你怎么越说越高 老师我知道 我知道 我知道你很厉害 但是我不是要去炫耀我多么厉害 因为证据在4月初 4月初 其实还没有公布3月的财报 3月的财报是在4月10号要公告 但是证据在4月初 4月初 4月初 还没有让你看到财报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财报 投资朋友 当时候看到的财报只有4亿 接下来你看到的是7亿 因为我正在预告31 32 33的待遇 你看不到 你看不到3月的财报已经跳到7 不然你早就冲进来买了 因为当时候是这样子 老师看不到 不知道 老师赢收了 破破呢 老师越衰退 连续越衰退两个月 年增也是衰退 老师这种股票 这种股票 这种股票 老师你有预告 你跟我讲说后面会大喷发 大喷发 大爆发 你不相信吗 那从4亿跳到7亿 跳到8亿 跳到9亿 那请问7月多少 10亿 10亿 从4月 如果你当时候的时空背景 你知道会从4亿 跳到10亿 那请问你借钱敢不敢买 你借钱敢不敢买 你借钱你都敢买 我不会骗你啊 因为涨了三倍 好 那为什么你没有来 因为你不相信 因为你还是用你的那些方式 对不对 那郑君还是 还是希望你们调整一下 可以来 那有时候有人也是会问郑君说 郑君我觉得你有更可怕的地方 买的位置那么漂亮 为什么连卖的位置也这么漂亮 还要再说明一次吗 还要再做 还要我在老鱼 老鱼卖瓜吗 老师你中天 57块半 亚诺法57.2 热印99 这怎么挑的啊 怎么选的啊 怎么选的啊 老师你是哪一套软体的啊 你可以跟我说一下吗 老师你是风天的会跟你说的吗 还是什么软体会跟你说的吗 还是你是什么技术分析 你不要加一下 你买到最低 看到测标了没 最低要敢重压 但是买不厉害 你要在相对的那个位置 你要有所取舍 舍得啦 要舍得卖 最高点的前一天 老师你近年前一天又在预告 三位数咯 有相信有听进去的 绝对都卖到最高点 包括热印 我跟你讲那个季线 有没有 125.8 你可以卖到126 慢一点卖125 笨一点卖124 123 120块 我通通都有讲 我不是事后马后炮 对不对 那你有来吗 你没有来啊 那全市场都不知道的什么 PS5 7月就开始跟你预告 对不对 你有来吗 但是D你没有来 D你没有来 我们来看看金国光 来看一下 D你没有来吗 那上面你呢 你呢 你追到那你又开始又要批评指教 那是不能 不能稍微量缩 我们来看成交量就知道了 是不是量缩 量缩不是很漂亮的 这边是不是量缩 这边你们量缩 量缩这就是机会啊 你看有没有 你再看一遍 我把游标移过来 看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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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量缩也不错啊 量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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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机会啊 这样不是机会 这个店也是又量缩啊 你是在烦恼什么啦 那是你不会做 那是你不会做 老主朋友 那是你不会做 我不是叫你去买 我不是叫你去买 我只是跟你讲 你要会做 你不会做 不会做来找我 那郑君一直跟你们讲说 来来来 这个太弱转强 太弱转强 真的没漏气的 有没有 再来来来 看一下这一档股票 有没有 视讯 视讯跟电竞 那因为这一波的电子 有两个族群最整齐 一个是视讯 一个是电竞 你们应该知道 这哪一档股票吧 很好猜吧 我说他2月营收 2000 3月3000 4月4000 6月6000 7月7800 第二季转亏为盈 毛率超过50% 接谁的单子都讲的 接要月的单子 这是昨天 昨天你有一个钟头 可以买盘下 对不对 那请问这是哪一档股票 我们今天来明着讲 来挑战一下 来挑战一下 挑战一下政君的实力 可以吗 可以 知道吧 6237 来看一下 我一直请你来 是有原因的 因为他已经 已经震到快差不多了 我最喜欢那种震的股票 晃 那什么时候会突破他 那突破他 我先让你看一下月线 再看一次 月线长这个样子的 那政君好多好多代表座 来复习一遍吧 复习一遍吧 宣德 在这边震啊晃啊 震啊晃啊 震啊晃啊 有没有 我当时讲什么 你不会相信的啦 反正我讲我的 你听你的 还有呢 3042 经济 你有没有印象 有没有 震震震晃 我当时还问你说 会不会过 还不是过 不知道飞到哪边去了 对不对 那我们来看一下 6637的华讯 投资朋友 那如果 这家公司 他深耕了 所谓有关音讯的传输的部分 深耕了10年 那因为近期这那么强 这那么强 你先不要追了嘛 你长到天花板还追 那最近这个强 圆刚也强 这是跟有关视讯会议的 对不对 好投资朋友 那我今天要问你们一件事情 那视讯会是用眼睛 对不对 那你在视讯的时候 那你只有 只有看影像 那没有声音 那哪叫视讯啊 那眼睛呢你可以考虑嘛 你当然你要追 你要追圆刚 你要追圆斩 随你变嘛 但是你要知道那音讯呢 耳朵的音讯是谁 当然就是华讯啊 那另外最近的电竞很强嘛 你也看到今天什么维心啊 什么什么药月之类都很强 那我也跟你们讲过 它是接药月的什么耳麦 的晶片 那药月可以喷 它当然也会动啊 不然你说为什么 你创新高 那你不要等它突破 等它突破又觉得我厉害 今天正军还是多帮你们一点忙 那你这两天 这礼拜 上礼拜都错过 那今天绝对不要再错过 太弱 正军帮你转强 就是这么简单 中场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下午一点半 非凡抢先报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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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与所推介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仅供参考 投资人以独立判断 深圳评估 另次负投资风险